草屯镇惠德宫庆祝陈皇尊神圣诞千秋活动 在庙前广场举行团拜 及关圣帝君与陈皇尊神 游巡绕镜名炮骑马一事 由县长李明珍、立委许淑华 草屯镇长监景贤 以及惠德宫董事长鸿明山 一同开箱祈福 祈求疫情早日消散 经济复苏、县政顺利 县民平安幸福 多位县议员、正名代表、里长都到场参与 草屯镇信仲也准备丰盛的贡品 前来祝寿祈福相当热闹 林县长表示 惠德宫每年都会举办 陈皇爷圣诞千秋祝寿系列活动 近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经济不振 民众生活相当艰难 这次特别借由盛会 祈求陈皇爷庇佑疫情早日退散 各行各业 以及民众生活能够早日恢复正常 今天是我们朝阳辉德宫 上昂亚的圣诞千秋 我们辉德宫 我们的老公当事长 可以说对我们辉德宫 所有的这些党感受都认真 为我们庆祝和上昂亚 他的圣诞 立委许淑华表示 陈皇爷神为显赫 相当灵验 受到民众尊崇 慧德宫陈皇爷在疫情趋缓下 初寻绕境 必有地方 其实疫情尽快消散 经济活络 各行各业都能够生意兴隆 充分展现陈皇爷的慈悲精神 在这些地方 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业 也非常幸福 有很多名众 每次在我们的生活业 都非常坚信来拜拜 所以说我们今年 现在疫情比较减缓 我们来看到 我们在这些地方 也基盘到 我们的劳境多年 希望透过到我们的劳境 可以让我们南岛 鸡子都可以 竟然平安平顺 所以说我们也基求 让我们的这些地方 可以平顺以外的 经过的外交 都非常圆圆 透过到我们这些 宗教文化的推动 以及到我们传统的 这些顶头的游行 除了是老的以外 最主要是我们可以保抵 让我们大家在 后疫情时代 行李都可以越来越好 我们南岛的观光客 各方面的推动 都可以越来越好 惠德公董事长 洪明山指出 今年考量疫情因素 绕井规模缩减 没有邀请到 有公庙来参与 只有惠德公 神教阵头出巡 但仍不失隆重 希望借助 城隍野神威 为地方带来平安 今年厉害 我们也很厉害 来为我们这个 城隍尊神 从切磁开始 信价都 可以说 每天的信价 到今天 都很多 现场 专长 和 市立委 和马立委 对我们 比利庄 也真正 照顾 会来参加 这个 祈告的团队 这样 感谢 大家 祝大家 身体健康 舒舒舒略 非常欢喜 我们六月半 就是我们 开这间 我们的城峰野 可以说是 最后的劳定 由到我们 安明山当事长 孙女 可以说 这些信价 这些台帝 可以说是 非常勇热 而且 做到最好的 既安 和教育 绕境 我相信 有这个 绕境的人 可以 我们疫情 更加 减化 以外 我们 事实无知 而且 国台民安 风雕武孙 这是我们 最大的希望 草屯镇会得公 庆祝 城隍尊神 圣诞千秋 绕境活动 由林县长 许立委 以及检镇长 分别点燃 骑马炮后 呼叫出巡 过程热闹隆重 记者 蔡世奇 草屯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